郭晶晶,中国跳水名将,曾经四次参加奥运会 获得了四枚金牌和两枚银牌的辉煌成绩 她于2012年与香港富豪获琪刚结婚 从此退出了体坛,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近日,郭晶晶作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 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 她身穿一袭黑色长裙,佩戴着高级珠宝 气质优雅,容颜依旧 她与霍启刚坐在一起,时而交谈,时而微笑 十分恩爱 据悉,郭晶晶所佩戴的珠宝来自于世界知名的珠宝品牌范克亚宝 这个品牌的珠宝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而闻名 价格也非常昂贵 郭晶晶所戴的项链和耳环都是范克亚宝的经典款式 价值不菲 郭晶晶与霍启刚的婚姻一直备受关注 霍启刚是香港霍氏家族的继承人之一 身家估计超过100亿港元 她对郭晶晶非常宠爱 不仅给她买下了香港最贵的豪宅之一 还送她无数的珠宝和名车 郭晶晶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花瓶 她在体育界有着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 也参与了一些工艺和商业活动 据说 郭晶晶目前的身价已经超过了10亿人民币 郭晶晶和霍启刚虽然已经结婚9年 但是她们之间的感情依然甜蜜如初 她们育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分别是火城深和火城组 她们经常带着孩子出游 享受着幸福的家庭时光 郭晶晶也没有因为结婚 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 她仍然关注着跳水运动的发展 并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郭晶晶是一个成功的女性 她不仅在体育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 在婚姻和家庭方面也有着美满的状态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并赢得了无数人的敬佩和喜爱 她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和模仿的王家